一组宇航员正前往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发射中心的发射台 他们将搭乘奋进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这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第134次航程 也是奋进号最后一次飞入太空 外界对奋进号的谢幕之旅高度关注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奋进号上搭载的一位重要乘客 这位特殊的乘客是一件科学仪器 科研人员希望它能成为人类航天史上最大的科学贡献之一 它可以说是一台望远镜 不过不要指望这台望远镜会向地面传回 绚烂瑰丽前所未见的宇宙美景 它无法让我们看到宇宙的边际 也无法为我们揭开黑洞的神秘结构 或是恒星的爆发过程 在这之前曾有一些大型观测设备搭乘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他们大多以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 比如哈勃太空望远镜和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 但这次的不一样 这台探测器名叫阿尔法茨普仪 英文缩写AMS 它的缔造者就是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科学家丁兆忠 阿尔法茨普仪的核心是一个大型超导磁体 专门为在纯净的太空环境中运行而设计 由于对能源要求很高 最终方案决定将阿尔法茨普仪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 科学家们希望阿尔法茨普仪能让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探测宇宙 大部分望远镜的设计都是为了捕捉光子 一种由恒星或星系等天体反射或发射出的中性粒子 阿尔法茨普仪要捕捉的对象却不同 它的目标是奇异粒子和带电原子 其中包括一种理论上存在的暗物质粒子的候选者 中性微子 此外还有叫做奇异粒子的一类夸克 它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物质形式 阿尔法茨普仪经过校正 可以捕捉到由超新星爆炸 或从黑洞边缘的漩涡中抛射出的高能宇宙射线 科研人员对阿尔法茨普仪寄予厚望 期待它能捕捉到宇宙初期的反物质粒子 这种粒子至今仍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 目前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套描述宇宙形成的理论 叫做标准模型 这是一套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结合了观测数据 实验证据和数学模型 描绘出了宇宙诞生的大体情形 但这套理论还不一定完整 宇宙诞生之初相当炙热 但仅仅过了十亿分之一秒 它就已经冷却到基本粒子可以形成的程度 这些粒子成方成对出现 携带相反电荷被称为夸克和反夸克 接下来出现的是氢子和反氢子 比如电子和正电子 接着这些成对的粒子开始碰撞 湮灭 在宇宙诞生一秒钟后 大部分的夸克和反夸克就已经湮灭 再过几秒钟 大部分的氢子和反氢子也会消失 当一切尘埃落定 只有极小部分的物质 大约十亿分之一的物质粒子 得以生存下来 就是这一小部分的粒子 逐步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宇宙 所有的发光的气体 尘埃 各类恒星 星系 以及行星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所在的宇宙中的确存在反物质 费米伽玛射线太空望远镜 曾观测到从银河系中心 喷射出来的巨大反物质云 这很可能是超级黑洞边缘的粒子 在加速过程中形成的 这台望远镜还发现了 在地球大气层发生剧烈雷暴时 因闪电产生的反物质迹象 欧洲宇宙射线卫星帕梅拉 曾在环地球轨道上 发现了大量反质子 这些反质子 由高能粒子撞击地球大气上层而形成 然后又被绕地球的磁场所束缚 科学家们早就已经知道 如何在实验室里人工制造反物质 方法就是通过让原子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相互碰撞 从而制造出超热的环境 科学界最大 也是最持久的谜团之一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一个 由物质主导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普通物质得以继续存在 而反物质却几乎消失 还有一个可能是 大量的反物质 其实和普通物质一样 长久地留存了下来 只是我们不知道 德国裔英国物理学家 阿瑟·舒斯特 就是这么认为的 正是他在1898年 创造了反物质这个词 在舒斯特的想象中 反物质粒子 由于所带电荷 与普通物质相反 因此得以起到 与引力相反的作用 阿瑟·舒斯特在著作中写道 有可能大片的太空虚域 都充满了一种未知物 在这些地方 重力几乎不存在 除非一些偶然因素发生 比如一颗流星飞过 这时会形成不稳定的平衡 物质在一端聚集 反物质向另一端聚集 直到形成两个完全分离的世界 而这两个世界 老死不相往来 舒斯特的观点一直无人问津 直到1928年 年轻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 给出了预言反物质存在的方程式 狄拉克的方程表明 每种类型的粒子 都有一个孪生兄弟 它们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所带电荷相反 这就是说 每个质子都对应一个反质子 有电子就有正电子 有中子就有反中子 而在它们内部 则是夸克和它们的孪生兄弟 反夸克 狄拉克认为电子和正电子 互为镜像 电子在物质世界 和正电子在反物质世界的行为 一模一样 狄拉克1933年 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 对反物质的存在 做了更大大的推测 他说 如果我们认为 正负电荷完全对称 是一个基本的自然规律 那么地球 或许整个太阳系 几乎完全由负电子 和正质子构成 就是个偶然事件 很有可能还存在 主要由正电子 和负质子构成的天体 就在狄拉克发表演讲 前一年的1932年 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 通过向原子发射 伽玛射线 造出了成对的电子 和正电子 由此确认了 反物质的存在 1964年 狄拉克关于物质 和反物质的等价对称理论 在提出30年后 遭遇了挑战 美国物理学家 詹姆斯·科罗宁 和瓦尔·菲奇 检测了一种 被称为K介子的粒子 衰变成它的 反粒子的过程 结果他们发现 这一过程 无法以相同的概率逆转 这表明 物质和反物质的 物理规律 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能搞清楚 究竟是什么 造成了物质和反物质的 这种差异 或者不对称 这将是理解 宇宙起源的重要一步 这也是为什么物理学家 这么热衷于研究 各种新技术 追踪反物质的原因 他们希望能有机会 在自然界和实验室里